哈喽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Taylor 今天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如何拍摄一场商业时装片 第一个look呢 我们想要背景颜色是淡淡的灰色 画面通透有层次感 整体的造型也是那种清冷简约的感觉 在灯光方面呢 主光是用photo地图加一个大的八角柔光箱 光照在模特的正侧方打亮整个人物 辅光呢我们用的是两个闪光灯 加反光闪再透过一层大的柔光布 然后光就照在模特的正面 是整个画面都很通透均匀且柔和 同时呢我们环境光是用两个灯 打在白色的屋顶上 通过屋顶的慢反射 光撒在模特的身上和背景墙上 以及环境中 然后这样的环境光 就会使整体的一个画面特别的通透 最后整体的效果就是 在一个柔和自然的环境中 模特呀和服装都会有很明显的轮廓立体感 第二个造型呢 我们想打造一个干净清新阳光的感觉 灯光呢比较简单 灯光呢还是刚刚的八角柔光箱 在左侧 然后浮光呢我们就用一个右侧的一个逆光 一个灯打在V型反光板上 在这个板上照上一层大大的柔光布 使得整个逆光在强烈的同时又有一种柔和感 也会用到鼓风机把头发吹起来 让模特的头发更有灵动感 我们这个春风然后逆光整个人身上都在闪闪发光的感觉 然后整体阳光感就很足了 好了我们今天的拍摄大概就到这里了 对于摄影师来说每一次拍摄都是一种提升和总结的过程 然后也从摄影师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对您也有所帮助 然后动起手来自己开始拍摄吧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哦 然后在疫情期间大家也都要注意安全 然后在加隔离的时候也都可以多多的提升自己 好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